扩建深水码头 未来限于空间可以方便大型车辆进出 年产值300亿的前镇鱼缸改建工程 为了落实鱼体不落地 高雄市长陈其迈还专程到日本考察 希望践进丰州市场的成功经验 让前镇鱼缸成为多功能的现代化市场 和新兴观光景点 没想到使用50年的老旧鱼市场改建工程 却在总统大选前引爆 被批评是乱花钱陈其迈说重话 陈其迈重炮回击 出事108年高雄市海洋局要求中央补助的公文 当时的市长是韩国瑜 国民党在地方执政 民进党在中央合力促成 怎么到了选举就走样 尤其前镇鱼缸是台湾最大的远洋鱼缸 已经使用50年设备老旧 改建迫在眉睫 除了散水码头 多功能水产品运销中心 下水道建设 以及港区环境改善工程 还有多功能船员服务中心等等 总经费81亿 没想到蓝营台北市议员游时会也加入战局 在脸书po文批评 引用网友在PTT爆料 把西班牙渔港的造价跟前镇渔港比一比 绿营议员回呛 这种比较基准又是公正 我想这个时间上跟内容上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这样子做这样比较 并没有办法真实呈现出来 各个单项的工程是不是那么的妥事 让大家最有感受的就是下水道的这个工程 因为它的雨污分流 所以我们才不会再持续的与这个恶臭相伴 81亿我一个在地人 我一个逃海人的子弟来说 我认为81亿都还不够 所以我才会说天龙人不懂打狗人的苦 撇开政治口水战 投入81亿公务预算 整件前镇渔港 这个钱花得值不值得 在地人的感受最直接 这个打狗人 高雄人的这个辛苦 高雄人的这个新生 怎么听起来跟天龙人的思维差很多呢 我先请佩芬姐帮我们来分析 其实刚才乃余有讲到一个重点 她觉得像柯文哲 怎么标准不一致 你什么险说什么 南部这个老百姓的生活 看起来这个很惨 看起来很可怜 但是现在说是这个钱瞻的经费 要给高雄的部分 柯文哲他们又有话讲了 除了柯文哲之外 我们来看看 这个国民党的议员许巧新 哇他也没很凶 他骂很凶哦 他说高雄前镇渔港要3000万 最后给了81亿 预算足足扩编了270倍 所以他就骂 那这个渔港到底是要抓什么鱼 有多钱瞻是可以探勘 捞到割吉拉吗 或是说这个鱼抓起来是相惊的 这个极尽讽刺啦 所有的语句通通都用上了 那这个天龙人的这样子的思维 来看高雄 你敢对 来佩芬姐 你知道吗 其实我看这一局 我觉得很有意思 第一个就是说 柯文哲 他的执政能力 施政成果 到底怎么样 你知道他在八年的台北市长任内 台北市的那个评价都是 你知道吊车尾 然后都是末段班 那然后 你说他有什么具体的 具体成就 好像现在也讲不出来嘛 你说刚刚那个 但是他的发言人蛮厉害 你举那个其他的 跟那个台北市无关的 但是我觉得 国民党的议员 跟着他去打这个东西 是不是有意义 我觉得没有意义的原因是 第一个这些议员 完全知道柯文哲 在台北市长任内 做了些什么 有些什么成绩 我觉得他们不是不知道 完全知道 那然后呢 这些人为什么要跟着打 因为他们认为 趁柯文哲 因为有声量 就有选票 但是我觉得国民党人 我常常说国民党人 没什么出席的原因 就是说 而且是无知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说无知 小董 董志生 跑市政的记者 他已经不止一次 常常在他的节目里面 公开批评柯文哲 说柯文哲这个放言无尽 你知道柯文哲的民调 可以高到第二名 有很大一部分 是国民党人在支持他 那些国民党人支持他 我为什么说国民党人无知 董志生说 你知道他曾经讲过的话 他就讲 柯文哲讲过的话 他说柯文哲以前的时候 你知道他还没选 还没当市长之前 竞选的时候 他非常厌恶国民党 对国民党的批评 是非常恶毒 他说他最讨厌三件事 蟑螂 老鼠跟国民党 然后他说像我们这228 新立国228的家属 最讨厌的就是外省人 但是今天支持 他民调声望高的 就是这群人 那你这两个市议员 你难道不知道柯文哲这八年 在台北市做了什么 你知道他第二任竞选 连任的时候 如果不是用那个一面开票 一面在那边数的话 他根本不会当选嘛 他只这样的情况 他只赢了丁守东三千多票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为了要自己的习次 保全自己的政治生命 去蹭柯文哲 我觉得是非常不智的 你知道你去蹭柯文哲以为有票 去蹭郭台铭以为有钱 我觉得这是很荒唐 当然选举要钞票跟选票 可是是非都要分清楚 黑白要搞得很清楚 但是我觉得国民党今天的悲哀就是说 你自己人去跑去蹭别人 但是不要忘掉 你自己是国民党提名的人 你搞来搞去的时候 真正的国民党人 搞不好就不会投给他 所以他未必占到很大的便宜 我觉得他们真的要很小心 就像很多那个老国 离开国民党的人 或者还是国民党的人 在那边骂什么金府中师 金猴子啊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种人身攻击 对这些人一点加分都没有 完全没意义 所以我同意那个日本那个学者 小丽媛说的 他说如果侯友宜没有金府中的话 国民党老早就分崩离析 你看看这些人这种表现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人 自己会自己毁掉自己 还一天都来说 要下架民进党 希望政党轮替的人有多少 那竟然还有总统府的国师 陈昌文说 侯友宜赢不是政党轮替 侯友宜如果赢的话 不是政党轮替 请问一下是什么 我觉得这种还当国师 难怪马英九到最后那几年 做得那么烂 来这个旁边的 这个国民党的韦结议员 因为现在国民党感觉 你们所有的攻击策略 都是跟在柯文哲后面走 柯文哲打了前瞻 那么现在许巧新 游淑慧也接着跟上 不过这边要特别澄清一点 因为昨天渔业署有出来讲说这个高雄前阵渔港的81亿 这个不是算在前瞻里面 这个是所谓这个前阵渔港建设专案中长期计划 这行政院核定的分四年推动 那经费大概81亿 这个是由渔业署跟营建署 编列的公务预算 所以这个算是公务预算 不算是在这个前瞻预算里面 渔业署有出来做这样的澄清 不过现在国民党就是 面对柯文哲炮火就非常收敛 几乎都是不太敢讲的地步啦 那可是面对民进党啦 或者是现在 哇这个高雄这个前瞻拿到比较多 甚至这个渔港有81亿的公务预算 不止许巧新啦 还有侯伴的翻人 黄紫哲炮声笼笼 还直接骂人家是妈宝 还说陈其迈的妈宝度大破表等等的 结果这个陈其迈 昨天他就自己站出来 他就还原了整个真相 他说其实过去 这个前瞻渔港的经费 在韩国瑜市场的任内 中央就已经把预算增加到40亿了 硬要做这种选举操作 难道国民党当选之后 就要把这80亿的经费取消吗 照顾渔民不分蓝绿啊 难道高雄淘海人就这么不值吗 来韦接议员怎么样来看 国民党骂得这么凶 到底有没有搞清楚状况啊 其实我想我们不是搞不清楚状况 就是说对于前瞻建设 或是公务预算的一个分配 不管是中央对地方 或是地方自己提出的一个需求 其实我觉得任何的建设 我想作为民意代表都不会反对 只要是有福国立民的建设 我们都会全力来支持 但其实我觉得 但是针对这几个案子 例如说你说像这个前证渔港 或者是说刚刚有提到这里面 还有提到什么北农 大概花了多少钱 我觉得其实在这一次的 这个增典点当中 我们真的是什么 真的是分配的一个公平性的一个问题 你说你说这个前证渔港 可以把它做成81亿 可以做得很好 可以造福全台湾 所有可以要吃鱼货的人 我想不会有人反对的 那只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分配当中 你是不是对于各个全台各个县市 都用同样的标准来分配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我们大家在执着是说 那你是如果针对 例如说像新北市要盖什么东西 例如说我们板桥 本来要盖一个什么儿童乐园 还是儿童新乐园 需要多少钱 你总有没有给过我这样的一个预算 似乎可能没有 我想大家可能是相对剥夺感 我想对于建设 大家不会有意见的 只是说在每个县市 我要推动的建设当中 你对我没有大小眼 我觉得大家真的是 这个大小眼的一个问题 你说像基隆捷运就好了 我想之前林又昌 之前说 不要基隆出半毛钱 但是现在换了谢国梁这个上台之后 中央说我不出钱给你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说 你应该在这个分配上要公平 而且尤其建设不可以分蓝绿 我想刚刚陈其脉市长也讲过 不管是针对陶海人 我觉得任何人只要是交通 只要是扶国立民教育等等 都不应该分蓝绿 那只是说感觉在这个分配上 还是有蓝绿的一个差别 那只是说 我说真的人都有喜好 你有蓝绿差别 我们也都认了 只是说差别能不能差 不要差到那么大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重点 所以我想大家提到就是说 那个提到3000万变成81亿等等 大家是提到一个相对剥夺感 我台北要什么 你没有给我什么 我新北要什么 你可能没给我什么 我基隆要什么 你没给我什么 但是你却很大方的把 这个 这个在针对 高雄的部分 你可以给到他80亿 把这个预感做得这么漂亮 那当然为什么我台北 我新北都没有同等的待遇 我觉得大家的政界 应该是在这边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是跟着这个民众党或是跟着柯文哲这些的声量在走 其实在过去当中我们就跟着这些分配就有意见了 不管是从统筹分配税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预算的这个计划等等 本来大家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来韦杰说 他们是在意这个公平性的问题啦 听到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县市有这样满满的抱怨 来月慧姐怎么样看呢 我要提醒韦杰议员 因为包括许巧新或者是游淑慧 他现在占南北 其实伤害最大的就是侯友宜 因为这次 现在最需要票的就是侯友宜 是 侯友宜已经在中南部 其实是站得非常的辛苦了 那让中南部的这个民众觉得说 原来在国民党的心里面只有台北 只有天龙国才是国民党心里面的宝的话 这个对侯友宜是非常非常糟糕 你们再替许巧新 再替这个游淑慧来护航的话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愚蠢的事 好 接下来我要回应 到底我们台湾的远洋渔业 前阵渔港有多重要 各位你知道吗 这个是财讯 我查财讯过去的这个资料 你知道我们的远洋渔业 我们在全世界 尾言神钓 就是钓那个尾鱼的 我们是全球第一 然后各位再看 我们的船队规模 就远洋渔业的船队规模 全球第一 然后我们日本 日本人很爱吃这个鲍鱼 对 马苦罗很爱吃 对不对 但日本的马苦罗 其实不是日本自己 他们有一绳钓以外 其实台湾进口到日本 台湾是进口到日本的第一名 另外再看这个数字 我们台湾的远洋渔船 在全世界各地的捕捞食数 我们一年 2016年 总共花了220万小时 在全球捕捞 我们的食数是占全球第二 这些都是我们远洋渔业 到底有多威 我们的远洋渔业 到底多么需要 我们国家的一个帮忙 各位你在去日本的时候 你过去一定去过竹地 对不对 你去过竹地吃过海鲜 对不对 然后你也一定最近如果去日本东京的话 你会去丰州 但是你曾经在竹地或者是丰州 看过这样的现象吗 没有嘛 为什么 是因为在我们前阵渔港当中 东南亚的渔港 东南亚的船员还可以下船来 那有一个这个比较脏乱的地方 过去有个比较脏乱的地方 他们还可以勉强洗澡 你知道中国籍的船员 他们连下船都不能下船 这个是过去曾经被拍过的照片 这个是大家过去 我们对于 这个来自于其他国家的渔工朋友们 他们帮助我们 可以有渔获上面 有很大的一个收获 帮助你我 那竟然给他们的待遇 是这个样子 难怪我们台湾人 怎么会是这样子 那我要跟各位讲 你知道吗 我们台北人 我们大概吃的 这个我们远洋渔船 在前阵渔港当中 大概有87% 将近9成 全部都是前阵渔港上来的 那前阵渔港 这个是民国56年 我相信大概比我们在场的 佩芬姐这个比较资深 大概都年纪大 你要知道这个渔港 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 完全没有改建过 这是为什么 我刚讲了 日本有逐地 你去逐地去吃过 逐地闲旧 现在有丰州 丰州现在还列在日本的观光 这个非常重要的地点 你去日本东京观光 你知道要去丰州 为什么高雄 你不让它有一个 比较好一点的地方 那我们再来看 刚才讲的这个公务预算里面 这个是公务预算 它是由渔业署 跟营建署 一个是渔业署 一个是内政部 它的公务预算里面出来的 不是徐巧夕你要去抓哥吉拉 你可以办哥吉拉 但是这个你搞错了 那这个到底要做什么呢 深水码头的整建 因为在前阵的这个渔港当中 因为它很深 所以它不只是渔船 它还有货轮 货轮也可以在这边进行的装载 所以这个大概部分有25亿 另外还有多功能的水产运销中心 因为我们台湾的渔品 如果要卖到国际要做加工 那人家会来看 你们加工的情况是怎么样 各位如果你去脸书上面 有看过钓客食堂 他去批货的时候 他曾经描述在前阵渔港 过去的那个脏乱的情形 但是他我们吃的人 你坐在日本料理店 你不会知道说 哇那个鱼是来自于 这么脏的地方 你如果知道的话 你恐怕不敢吃 但是我们现在希望提升 台湾的渔业品质 这样有错吗 徐巧夕 你不吃鱼 这样有错吗 你的哥吉拉 是这样跟你讲的吗 游淑惠 你们台北人 是这样瞧不起高雄人的吗 然后还有多功能的 船员服务中心 就我刚刚讲的 让各国来的船员 来到台湾 至少有一个 最起码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不会让他们 就是在路边洗澡 甚至于在船上 这个散发一股 像磕粉一样的味道 然后还有呢 港区的环境改善工程 然后还有下水道 因为过去前阵渔港 因为太旧了 他没有那个雨污排水的 那个部分 所以现在要做这样子 有错吗 所以你们是有 国民党 还有这个柯文哲 你们民众党 是有多瞧不起南部人 说南部人生活很苦 薪水四万块 租不起五千块钱的房子 然后房东还会不让他 报这个租金补贴 这个除了说政策的错误以外 你根本搞错 你在台北的社宅 你要开人家四万块钱 你们是有多么瞧不起南部人 有多么瞧不起这个所有台湾人 我觉得这是这一次另外一个转折点了 是我们看到现在大家在吵说这个前阵 高雄的前阵渔港拿到八十亿的这个公务预算 就徐巧新的说法 现在人家要打造国际级的渔港 巧新怎么说 他说你那个渔港到底是要抓什么鱼 有多前瞻 难道是要去看看戈吉拉吗 玉慧姐再补充一下 刚才韋杰议员有说到轨道的这部分 我现在给各位看 轨道的部分 我光抓 这是刘世芳委员 他的脸书上面我看到 过去中央这个统筹分配款 那补助台北的捷运 那有六千七百七十六亿 然后捷运动工的年度是民国七十七年 高雄只有一千八百一十七亿 动工的年度是九十年 所以高雄现在的捷运 当然跟台北不能比 所以这是为什么两地 现在在交通上面会有很大差别 统筹分配款从2015年到2022年 刚才韋杰议员说 这个为什么给高雄独厚高雄 你看看统筹分配款的部分 台北有四千三百六十七亿 新北三千三百六十亿 在这个部分 你应该去跟这个台北 台北为什么分这么多 这个台北当然是统筹分配款 中央统筹分配款的部分 所以在前瞻的部分 其实它有计划型跟竞争型 计划型的就是 你地方要有自筹款 你要自己要筹出钱来 你要把这个计划写好 那自筹款 你也要有确定的执行 另外竞争型的部分是 有需要你要计划写好 跟其他的地方一起彼岸 然后政府才会给你钱 你们这些地方太懒 连计划都不想写 连钱都不愿意付 那为什么国家要付钱给你 过去国家已经给北部 这么多的资源 凭什么现在还要给北部 更多的资源 我不是 我自己是北部人 我从小在台北长大 我是台北市人 我在台北 我长大的过程当中 我看到了台北发展 我也看到了 我从其他地方来的同学 他们的故乡 我们以前这个有机会 在暑假寒假的时候过去 看到台北的城乡差距 跟其他地方的差别 难道让其他的地方 共同繁荣起来 作为一个台湾人 你不愿意吗 所以游书会也好 许巧心也好 像柯文哲也好 为了自己的选票 我真的觉得 这是非常恶劣的行为 约会姐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看经费 要整体来看 不要只看前瞻 你要看你统筹分配款 到底拿到多少 你拿得多的时候 你都不说 那现在才在这个 万斗高雄 尤其现在人家高雄 要打造国际级的渔港 花81亿 台北的这个国民党的小鸡 就受不了 但是为什么不回头想想 台北市的第一果菜市场 跟鱼市场 加起来就要150亿 为什么 如果我们通通都要拿出 这样子同样标准比较的话 国民党的小鸡 没有意见吗 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好等一下回来继续来讨论